C.C.O.B.I.P.O.F.I.T. 嗨 大家好 我是鄧哲 我是柯瓜 我是你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是 十月三分星明 今天也是從 前菜到主食到甜點 一路都有啦 還有飲料的 但今天真的有非常多家 算是知名的餐廳對不對 知名的酒店 聯名的 好 那我們就從 第一個 芝麻葉海鮮佐義式油醋 159元 這種佐的就會覺得頗高級的耶 它特別把海鮮分開來 蠻貼心的 海鮮就是有這個 魷魚不知道魷魚花枝 還有小塊的鮭魚 兩隻蝦 然後接果 然後下面就是蔬菜 跟薑 這裡面有點沈澱 哇 這樣給了很多耶 它那個蝦子的肉超級彈耶 然後而且很紮實 不是那種吃起來鬆鬆軟軟的 鮭魚蠻好吃的 不是 不是煙燻鮭魚 有點像 煎的 香煎鮭魚 然後有一點點的鹹味 喔 它的生菜 然後搭配它的這個醬 其實會酸耶 因為有吃到芝麻葉嗎 有有有 我沒有 我想吃吃 芝麻葉很香 很香 我覺得它不論是菜或海鮮 都其實蠻保有鮮度的 而且其實吃下去都蠻順口的滑滑的 不會讓人家覺得這個海鮮 好像是放了很久那樣子 而且它魷魚也是嫩嫩的 不會那種很乾很硬 那我們給這個芝麻葉海鮮佐義式油醋 是它的分數是 7分 好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 精華的酒店的世界啦 哇 超期待 精華的握便當 黑松露佐嫩雞59元 進入到精華的酒店 每一項都超想好奇到底多少錢 哇 它們有衣服耶 喔 蓋棉被 怎麼那麼快亮 先行的棉被擺脫了 哎唷 那感覺是有雞腿肉 有 它的這個雞肉其實切得非常的幫忙 它是滑雞 什麼是滑雞 滑雞 滑雞 他說你滑雞啦 沒有滑雞喔 這是比較滑柔的那種滑嫩雞 它的雞肉很好吃耶 超級嫩 是那種一韓會化開的那種 太好吃了 大家還記得我們大概前幾個月 有開箱過一個也是松露的 它瀑布燉飯嘛 超鹹的 對 我們進入到了一個地獄 因為它真的太鹹了 然後這一道就會覺得它的鹹 跟它的拌的比例配合的 我覺得蠻好的 很好 很好吃耶 有 但是它松露味好像沒那麼重 嗯 它是可以水水的 好 那我們給這個黑松露佐嫩雞肉便當 分數是 嗯 8分 下一個也是精華酒店的啦 精華酒店厚牛肉起司漢堡 109元 大家超貴的 對它真的好貴 它就是這樣一個漢堡 就109塊 但它就沒有長得那麼療癒了 喔它可能是微波過後 阿嬤的臉 阿嬤不排除提高 好 哇 瓜瓜的小拇指接一下 大概一個指接 一個指接 左右 然後裡面感覺是有酸黃瓜跟起司 味道的第一口是那個 黃瓜耶 你會不喜歡吃那個黃瓜嗎 酸黃瓜也不行 不太行 因為我覺得它太詳細了 就明明我們的主角就是牛肉 為什麼酸黃瓜在那邊鬧 而且它其實醬非常的多耶 它其實我是一個吃漢堡 一定要有酸黃瓜的人 就是沒有酸黃瓜好像就少了那個味 但我覺得它酸黃瓜不是那麼酸 可以再酸一點 我覺得牛肉味偏淡耶 只是它那麼厚 我以為會是沖上來的牛肉味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微波的關係 那個麵包都有點偏濕軟 會有一點點不舒服 我覺得我自己好像沒有吃到那麼起司 就起司的味道好像被其他的醬給它蓋掉 沒錯 那我們給這個厚牛肉起司漢堡的分數是 5分 6分 5分 太貴了 金華酒店明太子烤雞佐帕達諾燉飯 109元 我好期待喔 我最喜歡吃明太子了 我也是看到明太子覺得很期待 雖然它是白醬 4個雞 然後一點菇菇 華椅菜 跟燉飯 看起來是非常 醬非常多耶 它感覺不能被拌進去 不然就會消失 它的那個明太子醬是不會 不會甜的 就有點微辣辣的 我覺得它的飯軟硬好適中喔 真的嗎 我這樣看起來目測它感覺超軟爛耶 但是它很意外的很好吃耶 而且我覺得它的白醬也不會到那種很死甜 因為有一些會可能牛奶味過重啊 或者是鹹味過重 它奶香一直都會沖上來 然後不會太鹹 怎麼辦 這邊有人快要去要幫他救救護車了 對於白醬我真的是無話可說 而且為什麼明太子會辣辣 對啊 它真的辣辣 我印象中的明太子是鹹鹹 不知道是最近烤肉吃太多還怎麼樣 我吃到這個雞 我一股腦了就覺得好像是那種 我們戶外烤肉然後烤完 剛好把這塊雞肉放上來這個白醬 像這樣食物這麼燙啊 你們如果跟比如說前任 或者是男性朋友出去吃的時候 會需要就是請他幫我就是吹一下 你會幫我吹嗎 完全不要 我們太費工了 真的假的 我就放著讓它冷一點我再吃 如果它你已經釋出了 就像喔好燙這樣子 然後你不會希望它把這一個餐點 幫你就是稍微補補這樣 如果它在挖暈口然後幫我吹 吹之後給我吃 我會 暈 哪裡暈 我會覺得多此一舉 蛤 不知道為什麼還有你在那邊 還是我覺得不會生 我會覺得你拿一杯水給我喝 我還會比較開心 就是我被燙到 然後冰個冰水給我 不用幫我吹 超快的 我幫他吹這樣 蛤 蛤 蛤 會不會幫他吹兩 大家不要吹兩 對對對 對方的可能也是蠻不用的 對方的蠻燙的 大家會是怎麼樣子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你知道這個便當也是109元嗎 跟前面剛剛那個厚牛肉其實是一樣 你是說這個東西嗎 對 香美之下這個CP值高很多 好那我們給這個黑松露 名字太長了 不是黑松露 那我們給這個 有人還在吹的那個世界裡面 你那邊一點松露都沒有 蛤 那我們給這個明太子考基準 派兩個頓飯 六分數是 三分 六分 六分 下面的位是這個 韓式豬肉豆腐鍋 99元 那才超辣的啦 完了 而且我剛剛看到它包裝上面寫的是 韓國直送的辣醬 哇 正宗的那種 來看一下喔 有耶 然後呢 還有豆腐 跟菜嗎 豆芽菜 豆芽菜 還有幾片肉 它算是給的料滿多的耶 對啊 而且它包裝說 它裡面是有牛肉的耶 或者是它的高湯是用牛肉 牛牛骨熬的 所以有不吃牛的話 這個你也不能吃喔 嗯 其實不會那麼辣耶 原來這是韓國直送辣醬的味道啊 跟兩餐的還是辣醬的味道滿像的 只是在更辣一丟丟 它的豬肉 有一層肥肥的QQ的脂肪在 單獨喝糖就滿辣的 滿辣 吃料還可以 因為它的湯是油感偏重 它上面會先有一層很燙的辣油 然後你才會喝到那個湯 我覺得它整體 不論是它的冬粉 或者是它的豆腐 吃起來都非常的滑順 我覺得很好吃耶 但是因為是辣的 那我們給這個韓式桌豆腐鍋的分數是 6分 大麻小麵95元 怎麼又看起來是一個很辣的東西 對啊 大麻是什麼大麻 它好像是一個牌子吧 它只有出過酸辣粉那種的 它麵體很酷耶 而且它還有一個膜 這樣是過度包裝嗎 超級過度包裝 然後裡面的醬包 這個是不知道什麼 什麼東西 不知道 好像那個貓飼料的 粉包 醬包 還有一個蔬菜包 那我們就先去泡泡麵 咦 上面有滿滿的像是海淡 蔬菜 喔 這個就是剛剛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那剛剛的東西都被放大了 嗯 有一點像豆皮耶 不知道是不是 然後跟麵 它的麵體有一點像那種 越式米線的感覺 喔 那這邊有個很重要的東西 這邊有三色豆皮 OMG 三色豆跟玉米 好 這一個就直接來評分了 我們很嚴格的 三色豆不可以吃現在任何食物當中 不然就是剛剛那個 有個小菜包就不要夾 我想要先好奇一下那個 一朵一朵的東西叫什麼 豆皮 豆皮 其實蠻好吃的耶 哎唷 它麵體真的吃起來就像那種 越式河粉裡面的那個米線 然後軟軟的 但它湯頭味道好夠喔 超級川味 嗯 它的香氣有那個 花椒焦芒的味道 沒錯沒錯 我覺得我已經有點吃膩 台式泡麵裡面那個麵體的感覺 所以換一種這種 新的口感的麵在泡麵裡面 我覺得很棒 而且它好開胃喔 真的 就覺得吃了之後 胃口大開 我覺得如果像今天 因為今天我們拍的時候 就是悲傷星期一 我覺得悲傷星期一 好像來了一個這個 整個人應該都會被洗一下這樣子 那我們給這個大麻小麵分數是 9分 8分 欸 9分 一碗好吃 我比了9說了8 老虎湯汁 黑糖厚奶 39元 老虎湯應該大家都不陌生啦 超過觀光客都會買很多 超多 超多 你們有喝過嗎 有喝過 我每次經過都會覺得 那些觀光客真不懂喝 我也是 我也從來沒有喝過 這還有一個刻板印象是 啊觀光客才會買的 我還以為我們剛剛那番話 比如香港的朋友看了要演上我們 如果你們覺得好喝也是OK啊 對啦 大家口味不一樣 聞的感覺比喝下去感覺還甜 其實喝下去沒有到那麼甜 沒有喝下去超甜 我怎麼沒有聞到芝士的味道 我喝有一點點 也是淡淡的 很淡 好甜喔 還有我們的螞蟻人 我覺得好甜喔 對喜歡吃甜的人來說 可能算是七分糖或半糖而已 不過微糖 蛤 對我們這種無糖茶派的人 這就是算是全糖了 它的甜不是只是黑糖的甜味 是還有一個鹹 芝士的味道 我吃不太出起司的味道 是因為它是用起司粉 所以可能它的存在感沒有那麼的高 那我們給這個厚奶 老厚糖欸 黑糖厚奶 兩分是不是 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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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哇太懸殊了吧 對啊 一日蔬果蜜桃綜合蔬果汁 38元 它其實包裝滿特別的 會是粉紅色的嗎 粉紅的吧 對 這就是桃子的顏色 對就是桃子的顏色 稍微橘橘的 它上面寫綜合原汁百分之百 裡面有15種蔬果 桃味很香 就是有點像那個 罐頭桃子的那個味道 它感覺就是 本來的剝蜜一日蔬果裡面又再加了 桃子 它好順喔 剛剛大概倒了醬子 然後我咕嚕咕嚕不小心就喝掉一半 喔 真的很甜欸 我好喜歡 滿甜的 我覺得這一個飲品 就如果再加很多冰塊 會好爽口 對對對 我覺得它的存在不知道為什麼 會讓我覺得很像是 桃子口味的巴芒柳 可以存在斑的兜上面 有有有 好 好 那我們給這個一日蔬果的蜜桃蔬果汁分數是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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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拜拜 8.5 接下來 又是 也是桃 白桃 五二加 白桃葡萄果汁氣泡乙 79元 桃汁夭夭啦 好 你還想要套什麼 這個也是水蜜桃的顏色 它讓我覺得好啤酒喔 我覺得好喝 這個很好喝欸 好熟悉喔 它就是水蜜桃氣泡水 葡萄味比較重 我也覺得葡萄味比較重 我也覺得葡萄味比較重 葡萄味比較重 葡萄味跟氣泡水好像就是很合的東西 大家如果有去早餐店買過那種 就是一個這樣子塑膠包裝的 然後上面會有可能大大的頭 然後就這樣子上面有一個 小小的瓶蓋要這樣子轉開的 葡萄汁 沒有 蛤 我跟你在團個年代對吧 沒錯 我必須要趕快找一下這個圖案給大家 早餐店不是只有 旁邊寶恩俊 的調味乳 現場的朋友們有沒有人也知道 現場的朋友們有沒有人知道 現場的朋友 就是這個啊 乖乖有辣 乖乖有辣 有辣 有有有 我覺得它超有這個味道 還有味道然後但是就多了那個氣泡感 那我們給這個 葡萄加白桃葡萄果的氣泡有分數是 8分 6分 下一個可酷了 可酷可酷 德國佛力熊 俄羅斯方塊造型軟湯 85元 來到我們三個人都很期待的這個 哇超可愛的 我要把他想要看出來 欸裡面有熊欸 他說裡面有 俄羅斯方塊造型跟神秘驚喜造型 這個神秘驚喜 看來這是神秘驚喜 下次 德國佛力熊 不是台灣福利熊 全聯福利熊 福利熊 福利熊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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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是要醬紙也是醬紙 好喜歡這種可以玩的遊戲跟糖果 OK 這就挑戰失敗 醬紙 如果最後發現煮不起來 可以咬掉一個 然後把它煮上去 2 4 6 8 10 11 它裡面就11塊 11塊 蠻少的 而且要85元 好貴喔 我覺得它的口感吃起來 其實有點像是那種 它是更硬一點的膠原蛋白糖 很像那個 那個甘巴點 就有一個可樂的糖 然後可以拉很長 軟 小哥很愛玩 它有白香果 柑橘 櫻桃 黑莓 桃子 覆盆子跟蘋果 那我們給這個 俄羅斯風潰軟糖的粉絲是 喔 對不起 玩一個 玩一個手 在玩 不是 我剛剛不好意思就是進入到俄羅斯的時間 這樣子疊起來 你說 草上面那個 我很抱歉 我們給這個俄羅斯風潰軟糖的粉絲是 9分 6分 就是有趣味性而已啦 對 其他都還好 就這6分好像大概有5分都是趣味性 對 沒錯 1分就是不難吃 平常是不會吃的啦 很少 好玩很重要啊 可以快樂 但我喜歡不會買啊 下一個是 又回到了精華酒店的懷抱 精華酒店 咖啡核桃蛋糕捲 75元 連輪蛋糕的感覺 它上面就有那個顆粒的感覺 很滑身耶 它裡面它就是這樣子螺旋狀 裡面就是搓成這樣 裡面就是搓成這樣 那種咖啡奶油的感覺 不愛咖啡的朋友 我來幫你大家吃看看啊 喔 咖啡味很足喔 它吃起來像那個咖啡糖 有一個黑色的 很像 黑紅黑黑黑的 其實味道一模一樣 第一口沖進我嘴巴裡面 其實是一個苦味 可是咬下去之後 就會慢慢的偏甜 但它的甜不味道 非常的似甜 我覺得它外面的那個 海綿蛋糕 做的不夠鬆軟 咬下去偏扎實 我確定它這個苦味 是來自於花生的苦 還是就是咖啡的苦 沒有 核桃 喔 核桃的苦 我每咬一口 都會先是這個苦味沖上來 人生已經在苦了 我請到收這種醉 有些人就喜歡這種比較太甜膩的啊 喔 有的 太甜膩的點心 這不是大人味嗎 他也不想長大 我覺得這個呢 要再配一杯卡布奇諾乾的超讚 那我們給這個 咖啡核桃蛋糕捲的分數是 有嗎 那今天所有開場就來到這邊啦 你們VP了嗎 有 這麼快喔 3 2 1 我的這個呢 當然是小熊軟糖 必須呢 給他大力支持一下 而且真的很好玩 我的是這個 蜜桃果汁 超級順口 超好喝 還有這個 大麻小麵 它雖然是辣的 但是真的 一吃會一直想再吃的那一種 啊我的就是呢 這個韓式豬肉豆腐鍋啦 因為它的辣味我覺得很OK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如果你還有什麼 我們沒有開到的新品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喔 那麼多麻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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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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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